哈囉,大家好,這裡是Sony數位教室的線上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是 登登!今年最新的BRAVIA吧! 接下來的內容分別有大家最在意的畫質表現 外觀設計、音效配備還有其他的功能介紹 可以從下方的時間軸來快速找到你想要看的內容喔! 那我們這就開始吧! 你們知道畫質表現力的重點要看什麼嗎? 有關鍵三要素分別是亮度、色域以及對比度 BRAVIA8採用OLED面板擁有超過800萬個自發光像素 加上XR對比增強技術大幅提升對比度 讓畫面更明亮、色彩更漂亮 這一次BRAVIA8也搭載了XR處理器 除了能做到精準控光之外 BRAVIA擁有10年以上的AI辨識技術 能夠即時的確定畫面裡面的主體跟重點 透過多重交叉分析處理 讓畫質更清晰、更立體、色彩更自然生動 還有針對Netflix、Sony Pictures Core和Prime Video 提供專屬的校正模式 讓你不論是看電影還是體育賽事 都能享受到跟電影工作室一樣專業的畫質設定 總而言之 總之BRAVIA8的純黑偶類 讓我看到絕美亮麗的畫質表現 真的太震撼了 而且呢 這個畫面上的猛頭鷹感覺超級逼真的 好像隨時會從畫面中飛出來一樣耶 了解完畫質 接下來我們要來聊聊外觀的部分 BRAVIA8採用無縫邊框設計 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 都像是一件家中的藝術品 高貴又顯氣質 接著說到連接部 首先是兩組USB孔以及光纖 還有四組HDMI 其中HDMI3核4支援4K 120Hz 底座部分有四段式可調整底座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來調整 如果需要搭配Soundbar還可以調高非常實用 BRAVIA8一共有556577三個尺寸 今天看到的是65吋 哇可以說是劇院級的享受 真的很震撼耶 現在準備來量一下現場攝影棚 從螢幕距離沙發的深度是多少喔 喔啦啦量出來了 大概是200多公分左右 200多公分的深度是常見的客廳大小 那從我看出去的視角大概是這麼大喔 然後對我個人來說其實觀看體驗是很剛好的 所以即便是65吋 在觀看上也不用擔心會有太大的問題喔 基本上官方建議的觀看距離是螢幕尺寸的兩倍 不過還是要依照大家平常觀看的習慣不同 來去選擇合適的尺寸喔 接下來是音效配備的部分 這一次在Bravia 8 的音效配置上面 總共配置了兩個制動器 兩個高音喇叭 一個重低音喇叭 Bravia 8 的獨家平面生產技術 進階版把螢幕變成揚聲器 透過振動面板來發聲 讓整體音域更開闊 就像是在電影院的環繞音場一樣 當然如果能搭配Sony 騷擺 體驗會更棒 透過獨家的中置聲場同步功能 能夠讓Bravia 8 一起發聲 造就完美影音合音 這一次還搭配了升級版的Voice Moon 3 可以分析聲援、獨立強化人聲 讓語音更清晰 不會因為環境太過吵雜 而聽不清楚對話內容 最後凡是購買Bravia 8 就能在內建的Sony Pictures Code 上面 有24個月免費觀看最新的 以及經典的賣座電影 還有IMAX專區 在家就能體驗 IMAX Enhance 的震撼影音 現在電費越來越貴 省電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節能儀表版2.0功能 可以看到目前使用的電量瓦數 和節能報告 Bravia 8 的遙控器 也採用再生塑膠製造 還能透過Type-C 充電 底線Sony 的環保裡面 以上就是Bravia 8 的分享啦 Bravia 就是音質、畫質最好的選擇 如果想看我們其他系列的介紹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然後對我個人來說 其實觀看體驗是很剛好的 所以即便是65吋 在觀看上也不用擔心會有太大的問題喔